花生檔飯食,我們最積極 HK Peanut.com 我是楊雪盈 力撐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壇 九十分鐘絕無冷場 不是進攻足球,亦不是防守足球 我們是花生足球 出現了 Operator,麻煩你 完成 終於回來了 回來要世界仔 華明世界仔是世界仔 世界杯這麼嚴重的東西 世界杯大家都知道 突然間,應該沒有記錯 兩天前,星期一的 大概黃昏 各大報章的網絡版都會說 現在宣布世界杯 在兩屆之後就變成 加多三十二 加到四十八隊 大家幾個心態都說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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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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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的包容就是全部都可以踢 有啊 200多人可以踢 那就是 你總之除了你自己RipDraw 例如現在突然會講 關島、科威特等之外 基本上你都可以去踢 台灣都可以去踢 總之是國際主義會員都可以踢 問題就是 你這麼高包容性去到 包容性多大 包容到48隊 說真的 現在計算出來 現在根據賽制就會分成12組 每組就3隊 3隊打2場 之後就會有小組頭1、2名出線 搞這麼久 頭312隊 接著就32強 屬強 84冠軍 你即是說 其實是剝削了球隊的參賽場數 因為 以前我們硬挖打3場 現在就只有2場 接著又問題出現了 大家計算 3隊打2場 即是不能同時開球 這球一定是 即是同組 怎樣同組 即是在打中 一定會拆散 一隊一定會停了 一隊輪胸 即是A和B打第一回合 A和C第二回合 或B和C這樣打 沒有 只有3隊 只有1隊輪胸 即是B和C B和C 即是A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以前世界杯最厲害 就是最後那組 或者歐洲那一杯也是 最後那組 跟組一起打 為免就好像當年 阿震廷那件事 公平起見 簡單一點 現在就好像 沒有任何事情 另外 現在 休息的時間 就有不同 是吧 現在有個好處 就是 他不需要同時間踢 但休息的時間 就不同 A隊和C隊 B隊和C隊 那一定的啦 那有沒有好處呢 我覺得如果用這個賽制之下 只是參賽隊伍多了 但對於亞洲球隊 或者非洲球隊 就算你進去都好 拎拎擦 大個大鼓 最後就是兩場球 但有另一個說法 很有趣的是什麼 兩場球 因為現在 這個就沒有任何官方 即是好 公平的說出來 但是其他的 報章 或者外國的報章 就寫的啦 那你三場不和 怎麼算 突然間 就說 為免搞那麼多 可能 和完十二碼 玩到去 即是好像我們 以前聯賽那些 和完十二碼 拿多一分 那我做約都更簡單 守你兩場 就拿到四分 出線 我覺得問題是 你那個比賽 你搞到那麼多球隊 參與之後 你這樣淘汰完之後 才有十二隊 勾出來的 那十二隊只是踢兩場 少了 還有 主辦的負擔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大了很多 根據這個賽制 那個國家 是負擔八十場比賽 除此之外 你那八十場比賽 你還要計算 你安頓那四十八隊球隊 即是人多了很多 那你球隊多了 訓練場地 這些 你將來世界盃的要求 一定會在裡面 即是你主辦 你要有這樣的facility 才可以來投票 我在馬里 麻煩你有什麼二十個球場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將來又是變成那些 那些大國 即不是大國 即是足球的 強的國家 他才有這樣的facility 這樣就很麻煩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你有四十八隊 你多了十二隊 即是多了十二個國家的球迷 那你的地方又怎樣 又配大些 你來的人就多了 航空又怎樣 很多問題 市內交通 現在第一個主辦的是什麼 卡12 卡12的時候沒事 下一屆 即是卡12之後一屆 現在還沒知道 我當你那個 是我們偉大祖國 都死了 你機場的問題 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我要飛四十八個國家的人 的球迷進來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一些在 譬如我把他套進去 中國計算一下 大家不要誤會 我純粹要借一個 大家更容易明白些 那可能有些在北京打 有些在天津打 有些在上海 有些在廣州 打完一大輪 然後才回來 那你對於以前的 集中在幾個地方裏面 那很緊張 我想看完A組和B組 我自己都要飛來飛去 那你的航空 怎樣搞 基本上你都明白 你真的不是叫我 想著在廣州 乘高鐵上北京 有飛機算流時 這些其實我們不是 不鼓勵你那個普及化 包容性 包容性這樣的時候 一定要想好國家的配套 還有一些說真的 能不能做到 歐洲小國都未必做到 對呀 所以我們都益在大國 你不是德國 英國 美國 西班牙 西班牙都問了 西班牙都有這麼多球場 但是西班牙你圍著走動麻煩 西班牙有兩個地方下飛機 巴塞和黃馬 即是兩個主位再散落那邊 又向南又向北走 他還可以這樣 但有些小國 荷蘭那樣死了 突然轉得這麼小 鎖得這麼少地方 但他是強國來的 那怎麼辦 那搞不搞 你將來那個世界盃 你又想說 將來聯合辦 附近那些 要說得好 聯合辦即是少四個位 隨時這樣 對呀 所以變成 32隊對於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上限 極限 巴塞和金牙這句說話 我覺得他某程度上 想下去也是股票行動 我給我希望你 很簡單 亞洲現在只有四隊半 我加到變成七隊半 可能八隊 大家會開心些 非洲現在六隊變成九隊給你 沒有問題 還有你要想一下 還有很多問題出現 當你有四十八隊的時候 每一隊被戰的時候 那些友誼賽 哇 亂了 我告訴你 還有這個還沒計算 還有很麻煩的 他現在說能夠安排 都是多一兩天 一個月多一兩天 三十二天 三十一天做完 可能最多是三十三四天做完 好問題 你牽涉球員那麼多 我們不要說 因為非洲國家盃 你弄得英超你那麼麻煩 那你現在世界盃的話 那你即是說歐洲足協 例如歐洲的聯補商聯賽 歐半歐霸 還說什麼停快車 一起開盡他先 不是大哥 然後48個國家 即是全世界都有份 是啊 很麻煩的 即是全世界有份 即是將那個賽期 可能你真的要宣傳到 可能要四月已經要 我覺得某情況上 剛才我們off mic 都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我有講過 在某情況上 這個都是歐洲足協和國際足協的 某情況上的一個角力 他搞成這樣 就令到歐洲的球隊 或是地方的賽制 全部混亂 特別是歐洲的歐聯 一定很嚴重 一定很濃縮 但你球隊沒有來 因為這樣 今屆沒有世界杯 我就這樣說 對呀 世界杯是16隊可不可以 不行 最坦的 這些賽程肯定 所有歐洲國家都是快車 你不要說遠 還有 因此而這樣之下 你每個球隊 你就要有 可能 還有你本土的杯賽 所以可能就好像以前 這次買人這樣 杯賽一隊球隊 聯賽一隊球隊 聯賽一隊球隊 但兩隊球的實力 都是有一定的 就是cost over的球員 不多 可能除了龍門 一個半個可以cost over 至少你幫我買了十個 夠打的 那你的成本亦都大了 還有問題 那我立即立好人 立好人 那藥隊 給劍來玩 行不行 拉蘭 拉蘭 像誰這樣 最後一隊四號 哪一個 你比出了好人 哪一個 可能地圃都收回來 為何不夠 喔 拱著要 有拉蘭我都要多過 為何 因為我都 基本上 你這樣就變了 更令到歐洲的球會 搶人越搶得厲害 價高了 成本亦都大了 即是成反比 大脅到很多事情 其實世界杯 參與剛才說過 第一個最有的原則 你是FIFA會員 你又可以打外圍賽 那你即是參與了 是不是一定到決賽州 才代表你參與呢 即是香港夠成的 入不了決賽州 天天都沒有參與 人人都看球 同樣是 不過講參與 講回亞洲 亞洲杯外圍賽又來了 有些球隊很幸運 沒有一打變又一打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大家知道關島 關島原本又一打 亞歉有很多事情 突然間 他說退出 亞退出 可不可以退出亞歉這麼多 他說很不公平 你只是不玩亞歉 亞洲杯你又玩 你倆同一同一同一同 沒有辦法 現在關島好像莫莫抵財 因為始終派下去不夠錢 打就算不算 連亞洲杯外圍賽都不玩 有人代 先找一隊 記不記得在去年年底 打了一個尼泊爾 尼泊爾對澳門那一場 叫做團結杯 即是以前的 新版 團結杯第三級 在亞洲 團結杯冠軍邊隊 尼泊爾 你代了去 回島沒問題 然後 科威特 之前不是說被人禁止會籍 因為政府去干預足球事務 加監 香港不停的 香港何時有干預過 是不理的 沒有干預 入不了這條罪 怎樣都入不了 香港沒有幸福 沒有人干預你 突然說 你未搞定內政 加監 亞洲杯打不到 找哪隊 可不可以說過 團結杯的亞軍是哪隊 澳門 舊團結 澳門 因為他團結 無緣無故突然 一聲就進去 亞洲杯出局 因為第一回合已經 禁止了 炮這個杯回山 進去 再打亞洲杯外國賽 為何澳門呢 有一件事 就是陳婕明 第二件事就是 你想看澳門球 現在有機會 澳門也是網上直播 是嗎 好厲害 第一場球就是警察對 這個 筆菲家 不是葡華那隊 是葡萄亞屬 陳婕你叫什麼 沒錯 OK的 有網上看六點鐘 星期五自己看 不過你要看 看發生慶祝先 好 繼續 第三件事 香港一定要說 這是重要的事 人家一定問我 要講不講 陳七轉會事件 陳小琦在上個禮拜 聯賽對南區決陣 南區贏了比零 也沒有關係 其實是南區打1號 即是南區打1號 即是南區贏了南華會1比0 對 陳七那場就沒有 咦 這麼奇怪 傷了嘛 腳在半月板那裡發炎 行路也很痛 怎麼踢啊 噢 算了 大家噢先 雙齊不棋啊 我噢雙齊不棋啊 口那麼久都不棋啊 算了 貴也多 不知道 吃了羊腩窩腳痛 TT弄得不錯 他講得好 他很漂亮 在這件事裡 沒什麼 但幾天後 傳出來 又很有趣 徐小琦轉會 轉哪隊 轉飛馬 轉飛馬 那轉飛馬 那轉飛馬是怎樣 收回轉會費 即是他還有約南華會 因為還要半年,根據一般條例,大家知道歐洲球員的波士民條例 如果你的約還要半年的話,你可以自由去談 通常歐洲球會怎樣呢?趁他還有冬季轉會槍的時候會怎樣 然後拿回轉會費,然後起碼人材不兼得也拿回一樣 即是拿不到一個吉都拿到橙,拿到橙就拿到橙 但香港的球圈大家都知道,總之清楚 嘩,不一定的說 有沒有transfer market?我們來玩FM大家見 不是的,有的,當年也十幾萬 譚馬複雅又說,又說譚馬複雅,又說誰轉,流浪轉南馬那些 但這個transfer market又不像外國那樣有掛牌 即是如果外國制很簡單,我記得你談不談的 這半年,你談就談,藍馬會又不跟他談,他又不跟他談 那很正常就是,藍馬會又是馬複雅,才值2千萬 transfer market,外國就是這樣 然後說,2千萬不行,打個9字來吧 看你這麼熟,給個8字來,我簽6萬 都可以的,外國就是這樣,規矩是這樣 你答過來,這半年就可以自己做這件事 如果半年後,你不簽的話,他就申請自己搞 自由申請自己搞 香港因為沒有這個market,好像很多東西都很難 不過圈子太小了,很容易談到,打個電話就行了 但現在這件事,當然,球迷有兩派 第一派就是,陳七你早走早著 當年你一結智就是這樣,又不練球,扭一下 扭完之後又過了藍馬 然後有些球迷還好笑地說,何時留名看陳七打人 因為當年成全,在結智年代跟球員有衝突 然後就被迫而放棄 這個我不管,因為太久了 這些陳舊事 問題就是,有多少成真呢?都不知道 說而已 現在問題是,賣方便是飛馬 飛馬開了一個價格的華七位數字 就當minimum charge一位是一百萬 一百萬,究竟可以怎樣呢? 我經常說,買個外援,值不值得一百萬呢? 隨時一百萬 你買個外援要六七萬一個月 加上後繩 對不起 但是現在說的是轉會費 不是他份人工 人工 即是我小一個球員外援 我想六萬五萬、六萬一個月 加上後繩萬領 OK的 一百萬就是 現在的球員,一季來說差不多一百萬 但他是連人工都計算 現在這個轉會費,只是轉會費 是啊 那很厲害? 那厲害不厲害,人各有智 而且他等半年就可以自己簽 是啊 那為什麼要浪費這百萬呢? 是啊 你飛馬現在 客半季是不是很多機會 我不知道 飛馬說真的 現在聯賽排名六七位 那你追上去,你香港 不是冠軍就是Nuffing 冠軍有機會打亞冠 問題現在的相差分數 都有一個距離 為什麼這麼急要呢? 那是一個挺令人費解的 不過有一句說話就是 球員的東西 經理人藥在哪裏 又不大家清楚 究竟球員裏面 之間 或者球員之間發生什麼事 香港現在 港職聯 港職聯之前 我就知道 之前出了一個叫 不可以被你們 私人合約 是啊 你所有合約都 因為以前 梁先生很喜歡私人合約 我免一份 就在那裏面 免一份 將事情更正了之後 就是你所有合約 要放在竹種做Copy 是啊 竹種有的 那就是說 現在所有合約都在竹種 是啊 這樣 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他這麼急 來做愛去做什麼呢? 那或者 琴環寶特覺得 一定要陳少奇做一塊拼圖呢? 嗯 但他 意思是你現在下半句 做得那麼多的竹種杯 是啊 沒有什麼踢的 那為什麼不急 要等這半年呢? 這樣啊 到完約了 那他就正式 省了那百萬 省了一塊 可不可以求的 對啊 那當然 買什麼葫蘆什麼藥 不知道 飛馬動作 也有什麼原因呢? 會不會是想 有時候 羅生羅太也很念舊呢? 這個元素裡面 一定不會排除 因為 你想一下 大辣辣 洗成百萬 要你回來 你還要出糧 那 除非你說 我現在 飛馬很有機會 去拿一些 第一二三名追緊費 那還可以情有可原 對不對? 原這件事又沒有 當然 我相信 阿七叫走 他也覺得 會不開心才叫走 但是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要花這塊錢呢? 阿七和羅生的感情都飛薄 要好後 還有一件事 當然 有一件事 我錯過了 因為那晚我去了街 藍華方面 在星期一的凌晨12點 就出了一份 一個聲明 但我沒有看過內容 為什麼呢? 兩個小時後沒有了 是嗎? 是 那內容 真的問過那些人 又不肯讓我看 不知道為什麼 知道我沒有看算了 那件事 希望有些有心的網友 給我看 那件事有點玄機 因為每個人出來 是罵多個讚的 那那件事大概 大概 大概都是說 阿七的貢獻 有時 球會的方向 和球員 一定會有 那些門面的東西 那些事 但問題 如果真的這麼門面 需要立即收 還有 你出這封之前 關公 有沒有把關呢? 這個就很有趣了 藍華 藍華不是第一次 這樣壞的事 阿翔鋒先生 因為我相信 這些不是公不公關的問題 很可能 你也知道 香港的球圈 始終是比較人情味 重的 可能有時候 以我們的認知 那些老闆 都一時之氣 那些一時之氣 那些一時之氣 專員的 下面跟他做事 那些 就不可以不跟隨 出他糧 做了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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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是一時之氣 那那個又不敢 不跟他做之下 隔了天睡醒 其實那個臭小子 都是這樣這樣這樣 算了 喝了一杯酒 拿去 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會有這些事情 因為香港人情是比較重的 在特殊的情況 大家看著要走 因為香港的全會出現很快就完結 一月尾就完結了 在一月尾就完結了之後 那又會怎樣 轉不轉會 或者會不會只操半年呢 有很多解決方法 你不出現我就說這季不出現 小豬都沒有踢半年了 是沒有正選而已 不是沒有踢 預備組就踢了 正所謂做球員的 有筋又被你操 又被你踢下 都沒有負於你的 這兩件事真的大家要想清楚 究竟是兩方面的關係 時間還有一點點 留意上星期我們提了結智那場 冠外圍賽 終於有飛了 可以去看 有結智的賽事都可以買 價錢比我們猜中了百零元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留意是抽中球 對這個河內FC 那是否還要加錢 應該可以在球場賣 就立即停不用了 這次應該不是立即停的 另外最後也要講完 星期日是香港今季第一個淘汰賽賽 冠軍 銀牌決賽 結智對東方龍師 打開我的名字 大球場三點鐘 怎樣都好 這三年冠 記住一件事都頗邪 幾年的銀牌決賽都凍死人 突然間又凍死 香港一星期六又凍死 香港不要相信他下雪 他神經病 無論如何都好 入祖場入 今場電視有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今天節目就這樣 OK 拜拜